一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,只有过不去的人,二,他若喜欢你,你脾气再大都叫个性,他若不喜欢你,就算你温顺的虾只猫,他都嫌你掉毛,三件事越广,计较越少,精力越多,抱怨越少,越嫌,越矫情,死心人就像一张纸,皱了,即使抚平,也恢复不了原样了。 不要去欺骗别人,因为你能骗到的人,都是相信你的人,我后来才明白,要赚到足够领自己安心的钱,才能过上简单,安逸,自由的生活,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。 所以,多花时间努力,少点功夫矫情,六有些人,将就了一辈子才明白,原来可以将就下去,就已经是爱了,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,能让你愿意忍耐缺点的那个人,就是爱人。 其做人其实很简单,人心换人心,你趁我更真,你敢为转身,把碰到顾不去的坎,转个方向,拐个弯,选择一条弯路,也许就会柳暗花明。 前程就是通途,九天经未必就是最快的路,碰到的困难和阻碍往往更多,多走极民弯路,避开的是风险,生活的不仅仅是快,是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,但不是廉价的。 你的善良,需要带点锋芒,你的爱,需要带些理智,带眼识人,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他们,十一你从八十楼往下看,全是美景,但你从二楼往下看,全是垃圾,人若没有高度,看到的全是问题,人若没有格局,看到的全是鸡毛蒜皮。 十二人生,若不往前看也不往后看,只是活在当下,就什么烦恼也没有,有时候我们觉得活得太累,只是因为想的太多。 十三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,在他们变成曾经拥有钱。 十四如果不能在爱里相遇,那么就只能在恨里重逢。 十五你做得再好,也还是有人指指点点,你即便一塌糊涂,也还是有人唱赞歌。 所以不必掉进他人的眼神,你需要讨好的,仅仅是你自己。 十六,以前不离不弃的叫夫妻,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,一机在手,天长地久,机不在手,魂都没有,手机天天不离手,其实古人早已了然,并专门设置了一个成语,既不可失。 十七有时候,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到别人,但有时候,你的沉默会让人伤得更深。 十八好听的话别当真,难听的话别叫真,认真你就输了。 十九花自己的钱,会更有底气一些。 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,二十我们都隔着朋友圈相互羡慕,其实没有谁活得很容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